如果说普通的悬疑片是反转再反转 那这部电影可以称得上是32圈芭蕾灰编转了 作为西班牙著名导演奥里奥尔保罗 既看不见的客人之后又一自编自导的烧脑神作 这部还是慎罗会告诉你 悬疑大导演就连谈歌恋爱都要烧脑加反转 那是在1989年的西班牙 一场罕见的暴风雨笼罩在了这个平凡的小镇上 名叫尼克的男孩正在记录着自己的吉他弹唱 可突然窗外的响声吸引了他的注意 尼克好奇地拉开窗帘查看 刚好听到邻居家里传来剧烈的打骂声 好奇心作祟的他偷偷来到邻居家里 可刚走进客厅 眼前的一幕就让他愣在了原地 只见浑身是血的邻居妻子躺在了地上 尼克急忙跑过去查看 却发现他早已弃绝身亡了 也就在这时 拿着凶器的凶手从楼上走了下来 而他竟是女人的丈夫安吉 意识到情况不妙的尼克转身就逃 起了杀心的安吉也在身后颈椎不舍 可当尼克刚跑出院子时 车祸导致尼克当场身亡 身被两条人命的安吉也直接被捕入狱 然而这仅仅只是故事的开始 25年后 一家三口搬进了尼克所在的房子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 罕见的暴风雨在这天再次席卷了整个小镇 在收拾屋子时 他们意外发现了尼克的遗物 好奇新爆棚的女主人维拉叫上家人一起观看了录像 原本一切都稀疏平常 录像里也全是尼克弹唱的视频 但就在威拉丈夫刚取下最后一盒录像带时 窗外一道雷光闪过 紧接着屋内的电压也受到了干扰 下一秒 电视就突然跳转到了25年前的新闻直播 但诡异的是他们并没有放其他录像带 而且也根本没有接通电视信号 时间来到了傍晚 他们将这件离弃事件告诉了前来贺喜的隔壁老王 而老王正是尼克的发小 同时现在的他也是威拉的多年好友 他将当年的杀气案以及尼克的事情告诉了两人 并且让他印象深刻的是 那天暴风雨的天气和今天如出一辙 甚至在尼克出事的第二天 一道闪电击毁了学校的时钟 直接导致他们停了一周的课 可这时老王的母亲却已会吓到孩子 唯有阻止他继续说下去 而这反而引起了威拉丈夫的兴趣 他从网上查到了当年案件的报道 新闻显示凶手安吉在入狱三个月后就自杀身亡了 更恐怖的是 他原本是准备将妻子分尸后埋在自家屠宰场的 但可惜的是被尼克撞破 一旁的威拉对这一切毫无兴趣 反而更在意从丈夫口袋里搜出来的火柴 这让丈夫直接慌了神 不断地保证自己再也不偷偷抽烟了 并飞快地将火柴丢出了窗外 但记住这盒火柴 很关键 后面会口 等到一家人熟睡后 天空中再度电闪雷鸣 这时摆放在客厅的电视机莫名地自己启动了 并再度播放起了25年前的新闻 睡梦中的威拉被电视的声响吵醒 她战战兢兢地来到客厅后 看着自动开启的电视一头雾水 但她也没有多想 刚准备关掉时 电视却突然跳转到尼克录像的画面 可她明明就记得录像袋早就取出来了 不信邪的她刚打开录像机准备查看时 电视里的尼克却好像也能看到她一样 我了 威拉吓懵了 她飞快地关闭电视转身就逃 但好奇终究战胜了恐惧 走到一半的她再度返回打开了电视 至此 两个不同时代的人通过一台诡异的电视正式建立起了连接 电视另一头 尼克的视线却被威拉身后的路牌吸引 她好奇地问威拉为何将她家附近的路牌拿走 威拉解释到那是她和丈夫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所以他们才偷偷拿回来留作纪念 也就在这时 威拉看到尼克被窗外的动静吸引 她突然意识到今天就是25年前尼克遇害的那天 为了挽救这条脆弱的生命 威拉拼命阻止想要出门一探究竟的她 甚至为了证明自己真的来自未来 她拿出了尼克所有的录像带 还告诉她明天他们学校的时钟会被闪电批换 前提是只要她能安全活下来 就能验证她说的是否属实了 可不管她如何生死力竭 尼克依旧认为这只是一场恶作剧 最终她还是跑出了房间 但命运的蝴蝶在此时也悄无声息地扇动了翅膀 当尼克走到马路上时 那辆汽车也从她身边驶过 这也代表着时间的走向就此偏离了原有轨道 尼克成功活下来的同时 另一边的威拉却也在医院的病床上睁开了双眼 醒来后的她第一时间被叫去了手术室 只当这是一场梦的她来不及多想 习惯性地准备照常旅行护士的职责 但当她走进手术室时 看到的却是昨天已经成功完成手术的病人 更夸张的是她也莫名其妙地成了主刀医生 然而更让她崩溃的还在后面 当她去学校准备接女儿放学时 不管是同学还是老师 都告诉她学校里从来就没有她说的这个学生 这下子威拉彻底地慌了 她赶紧又跑到了丈夫工作的银行 但让她绝望的是丈夫却也表示根本就不认识她 无助的她只能跑到警局寻求帮助 可警长哪怕查完全试的资料和档案 都找不到威拉说的女儿的名字 而且资料显示她压根就没有女儿 听到这里威拉也怀疑人生了 难道这一切真的只是自己的想象吗 为此她还特地回到医院做了脑部CT 可结果却也显示一切正常 接着 医生又带威拉来到了她自己的办公室 墙上挂满的全是威拉的医学成就 医生也告诉她实际上 她是这家医院最出色的脑科医生 也就在这时 一段完全陌生的关于医院的记忆 涌入了她的脑海 威拉发现她的记忆在这一瞬间全部扭去了 后知后觉的她终于意识到 难道是因为尼克被她救了下来 所以改变了历史吗 为了印证这一点 她飞快地跑回家试图重新联系上尼克 可刚来到家门口 她就奇怪地发现房门已经被人撬开了 来不及多想 她第一时间冲进阁楼寻找 但却没能找到那台电视和录像机 她又打开电脑尝试搜索关于尼克的资料 可显示的结果也只有一本名为《海市蜃楼》的小说 这时 房子真正的女主人听到动静走了过来 她将威拉当成了私闯民宅的歹徒 并立马喊来了自己的丈夫 而在看到女人的丈夫竟是威廉的那一刻 悲痛欲觉得威拉这才明白 在这个历史轨道完全被改变的时空 她的丈夫竟已经跟初恋结婚了 就在女人打电话报警时 天空中划过的一道闪电 导致整个小镇突然断点 威拉也趁机逃了出来 可在逃跑的过程中 她却意外看到了杀气案的凶手安吉 更让她意外的是 安吉不仅没有被捕 还跟老王的母亲走到了一起 想到这里 威拉突然想起老王不就是尼克的发小吗 于是 她又立马赶到了老王工作的机场 可在这个时空 老王也根本就不认识她 威拉试图跟她描述了两人相识的经过 还告诉了她安吉杀气案的事情 可听到这里老王怒了 她压根就不相信跟母亲在一起 二十年的人会是杀人凶手 眼看最后的希望也破灭 这下子威拉彻底没有办法 可突然 她无意中看到电视上正在报道海市蜃楼的作者 看到作者说 这本小说的灵感是来自一个自称 可以跟未来人对话的小孩子 威拉将她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恰巧此时警长也找到了她 但她并不是来逮捕威拉的 而是出于未知的原因想要帮助她 警长带着威拉找到了小说的作者 可通过交谈 他们才了解到小说的灵感是来自尼克母亲所述 但其余的内容却都是她虚构的 而且她也从来就没有见过尼克 更不知道她现在在哪 但她推测如果能够重现当时建立连接的场景 或许就能重新联系上她 而眼看着暴风雨持续的时间只剩下最后19个小时 威拉只能继续祈求警长帮她寻找设备 可警长也开始怀疑这一切都只是威拉的意想了 她需要看到更充分的证据才行 威拉定睛沉思 突然想到上一个时空无意中看到的杀妻案的报道 而这个时空的安吉还活着 那就意味着她将妻子埋在屠宰场的事情没有被人发现 于是她立马将这件事告诉了警长 果不其然 警察们很快就在屠宰场底下找到了一具尸体 警长也履行了她的沉默 她交给威拉一张纸条 告诉她这里有她想要的真相 威拉按照纸条上的地址来到了一家酒店 可当她敲开房门时 出现的竟是她在医院的同事 顾不上惊讶 她立马冲进了房间 当看到桌上火柴盒的那一刻 威拉愣住了 又看到房间内的威廉后 她终于明白 上一个时空的威廉 为何会那么紧张地扔掉火柴盒了 她也知道了自己为何会来到这里了 于是 她借着威廉银行高级职员的身份 威胁她让她帮忙调查尼克的资料 很快 通过银行内的预留信息 他们成功找到了尼克现在的家庭地址 就在威拉进入房间的同一时间 另一边的警长也将杀气案的嫌疑人安吉代表 然而警长并没有像常规一样开始审问 而是开始跟她说起了尼克的故事 25年前的那天晚上 还不知道间接被威拉救了一命的尼克 也听到了威拉告诉她的杀气案的事情 于是在第二天 她还是没能忍住好奇偷偷前进了安吉的家里 当她拉开玉帘的那一刻 果然看到了惨死的安吉妻子 不仅如此 她还在柜子里发现了一本写着安吉妻子名字的护照 但护照照片上的人却是老王的母亲 就在她疑惑不已时 安吉在此时刚好回到了家里 来不及逃走的尼克立马钻到了床底下 也因此 她亲眼看到了安吉是如何一步步残忍地将妻子分尸 在尼克逃走后 安吉也带着尸体准备前往屠宰场 但就在她准备出门时 突然发现院子里的狗狂吠不止 意识到不对劲的她立马下车查看 果然发现了后院有被人潜入的痕迹 所以就当尼克第二天去警局报案时 早有准备的安吉已经伪造好了证据 并且警方也查到了安吉妻子在国外旅游的消费记录 但如今随着安吉妻子的骸骨出现 所有的谎言和掩饰都不攻自破 原来安吉早就出轨了老王的母亲 但两人不知道的是安吉的妻子早有察觉 当她推开门看到这讽刺的一幕时 丧失理智的她拿起餐刀就朝着两人捅去 可在一番纠缠之下 她却不慎被老王母亲误杀 事后为了保住爱人 安吉策划了这一切 先是分事后将妻子掩埋进了自家的屠宰场 又利用安吉舅舅机场安检的身份 让老王母亲带着伪造成安吉妻子的护照出国消费 最后更是伪造她留在了国外的假象 另一边 尼克为了证明她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 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等待电视里的女人出现 可尼克的母亲不忍她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 不仅待她搬离了小镇 还让她不断地进行各种心理治疗 迫于压力之下 她只能把这一切埋藏在心中 但她却从没有想过放弃 她唯一的线索只有女人提到过和丈夫相遇的路牌 为此 她守着这块路牌苦苦等待着 25年过去了 当初的小男孩尼克成了现在的警长 这也是为什么她对这一切会如此了解 另一边 威拉打开房门 看到的是早已等待多时的尼克母亲 她将一切真相告诉了威拉 原来在这个时空里 尼克才是威拉的丈夫 当尼克在车站终于见到威拉后 原本只想寻求真相的她 却不可自拔地爱上了威拉 两人从相遇相识相知 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这时 完成对安吉审判的尼克也回到了家里 她告诉威拉那些电视设备确实是她拿走了 她就是那个提前撬开房门的人 而她这么做的目的是害怕会失去威拉 之后又给她代为酒店的地址 也是想要让威拉看清她的真面目 试图让她就此死心 但她还是低估了作为一位母亲 想要找回女儿的决心 为了让一切回到最开始的模样 她选择用生命为代价来逼迫尼克给编历史 威拉纵身一跃从楼顶跳下去 看到这一幕的尼克崩溃了 但为了拯救挚爱 她只能赶在暴风雨结束之前 利用设备重新连接上了25年前的自己 并不断地告诫她一定不要尝试去寻找威拉 就这样 暴风雨结束了 当久违的阳光洒落大地时 历史的轨道再次修正 威拉在自家的床上睁开了双眼 丈夫威廉躺在了身边 女儿也安详地沉浸在梦想之中 所有的一切都好像没有任何变化 但是只有威拉知道 一切都变了 阁楼里的电视设备已经消失不见 后院的火柴和预示着这个时空的丈夫早已出 杀契案的凶手安吉也并未逮捕入狱 所以在故事的最后 威拉来到屠宰场找到了安吉妻子的骸骨 她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 听到身后传来警长熟悉的声音 等待多时的威拉笑了 尽管这个时空的尼克没有了两人相恋的记忆 但威拉知道 尼克并没有忘记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